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,高雄港今天查获上万箱撕烟,专案人员指出烟税提高后,东南亚国家夹烟大批流入劳动市场恐危害民众健康。 高雄关高雄港联手于港内第49号福桶旁工作船及游船内插获阿沙利、阿罗哈及胜利牌等白牌丝烟,船只驮到7号码头清点张姓霍主,42岁,孙姓船长,48岁,及夜姓船工,49岁,至高雄港警总队刑警队接受讯问。 官务署高雄关表示,上午11点40分发现游船Sumbing Escalade轮船抵达沧藏逆丝烟,私货违反海关砌丝条例及烟酒管理法规定全数依法予以查扣。 专案人员指出,波流及游轮靠岸码头出京都南亚及中国,心机可疑,10月1日京港已被盯上,案请高雄地院检察官许玉全及林腾翠指挥,先至工作船内起货未税烟品225箱,11万2500包,再巡献至游轮船藏密窝起货上万箱私烟。 烟酒税法于今年6月12日修正公布,每包烟税调涨20元,港区半年以来查获数万箱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白牌烟,也就是冒牌假烟,烟瓷于地下工厂包装,未经管制流入槟榔滩,夜市等蓝领市场恐危害民众健康。